法院人員來到茶行 丈量土地大小 因為這塊地被賣給財團 住在裡頭的一家九口 明明有法院公證的 土地租用契約 如今卻面臨無家可歸種境 民國一百年 張簡先生向原地主的乾兒子 租用這塊土地開茶行做生意 四代同堂一家九口也住在裡頭 但原本被校園徵收使用的這塊地 因為少此話取消徵用 又碰上原地主過世 土地所有人變成地主的弟弟後 地卻被賣給財團 一家人因此被迫搬遷 家裡頭高齡93歲的媽媽 還卧病在床 剛出世的小孫女 也只有一歲七個月大 接收土地的財團 卻要求一家人搬走 但眼看幾個禮拜後 就要過農曆年 一家人現在生意做不下去 也找不到地方住 地主家裡頭的土地糾紛 波及的卻是無辜成租的一家人 雖然確切搬遷日期尚未確定 如今一家人只盼財團能高台貴手 放寬期限 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 能夠另覓新家再搬禮 記者張初華 評論報導 12月28日起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